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是中共兩會召開的第一天 北京全面升級戒備 所有開往北京的火車、高鐵都要二次安檢 那當然一些特定區域、一些特定的橋 都會有大量的公安 如果沒有公安的話也會有守橋園 那有些車站還掛了剩下的布條來宣揚 非常的搞笑 你看像美國參眾議院 還有台灣立法院開會的時候 我們也不會見到這種狀況 也不會這樣搞 什麼台北車站啊 美國拿拿拿的捷運地鐵 拉一個什麼拜登萬歲 要讀拜登聖上的這個思想 要跟著他走 跟著唱英文路線賴清德讀本去宣揚 不會嘛 我也不會這樣 台灣立法院要開會啦 我從這個花蓮坐火車 要到台北的時候 我要兩次安檢 其實一次都不用 你從國藥對吧 所以你是不信任誰呢 你不信任自己國民對吧 你可見中共官員都怕被S 那更誇張的是什麼 前天啊 中共官方才承認 青海有出現大規模的洪水 每年都要搞幾次這種事情 我跟你說 今年6月到8月 我估計還會有一場 然後這個也是因為天災 然後政策的失靈導致 變成人禍的一種演變 而這個青海的洪水 是在2月18號就發生 你看扯不扯 過了快兩個禮拜 你在3月2號才小規模 小幅度的報導 而報導之後啊 微博 跟中國的一些搜索量 壓勒搜 我們可以看到 微博這個搜索量 只有27萬 也就是全中國 只有27萬人 知道這件事情 而這27萬 還有多少是 自己的這些網評員啊 或是一些青海 本來就已經知道的 當地居民 但是扣在這些零零種種 其他所謂的 中國省份啊 有多少個人知道青海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各位粉紅 你們想像一下 今天這場洪水發生在台灣 或是美國 能壓到兩個禮拜嗎 美國自己一定會先報導 我們台灣自己也會先報導 而我們報導出來的第一時間 就會被你們 中共還有小粉紅拿去散笑 拿去通嗎 那我們可以看到 許多青海的居民啊 聲音都傳不出去 OK 中共他還是會讓你發 但是他壓你流量 他壓你流量在灌 是你自己 這條影片 這個消息 不吸引人 所以啊 不要怪我們 這個偉大的中共 也出來辟謠說 我們大壩 是因為前幾天這個水未滿了 然後又一直下大雨 所以啊 有一小觸破裂 造成下游五個城鎮受影響 深處啊 S了幾百隻 但沒有一個人S 也沒有一棟房子受影響 問題是 你要怎麼驗證 兩個多禮拜了 你才承認這件事情 這兩個禮拜 你可以做什麼 懂中共的人都知道我在講什麼 那你承認完了 還在壓新聞 在台灣早就完蛋了 你能想像 我們家新城村 上游有一個那個水壩 你能想像那個水壩如果垮了 你能想像下面我們新城村 還有那個富士村那邊 會遭受什麼樣的遭遇啊 可能會非常的慘 你覺得這個事情 我們台灣可能押兩個禮拜嗎 華爾連線政府會押兩個禮拜嗎 中央政府會押兩個禮拜嗎 不可能嘛 他不押我們也會自己去曝光 台灣這麼多不同立場的新聞媒體 可以供我們去爆料 對吧 這就是中國被壓力的地方 你們就有一個跟膽的 主權力去走的立場 而我們也會調查 是不是這個水壩的使用年限到了 還是廠商偷工減料 還是這個員工操作不慎 還是說真的有落實 突然下來把那個水壩給砸了 不知道 還是這個是中央的職權呢 還是地方的職權 當初是怎麼協商 這個都可以去討論 重點是政論節目 還有各個大新聞媒體 都會去討論這件事情 避免下一次的漢市在發生 你偉大中國呢 百姓你自己承擔啊 人家沒有人為止啊 有人A死我都控制在一個一定的數量範圍 桌州霸州賠錢了嘛 淹了一個多月 桌州霸州被淹之後 下個禮拜就換東北被淹了 賠錢了嗎 那些農民你賠錢了嗎 沒有 很多人傻傻的以為 泄洪是為了保住更多人 犧牲小我 完成大武 你怎麼不問你家中共 怎麼不在颱風來之前 慢慢的提早泄洪呢 颱風今天不是像地震一樣 說來就來 你們沒有天氣預報嗎 有嘛 那現在又正值兩會 中共會極力的壓住 更多更多的惡性事件 所以啊 這段期間 中共就推出了什麼荒唐的事情 什麼惡性的事情 來收看我們頻道就對了 那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些網友的留言 像有一個甘肅的網友說 沒到下雨的季節怎麼會有洪水呢 這個青海的網友他就說 杜蘭縣黑海水庫 決堤沖開了 大水沖走了無數牛羊 水太嚴重嗎 牧民的家都沖沒了 牛羊已經被沖走了 你看還有人說 貴州大火好多天了大家不知道 新疆暴雪好多天了大家不知道 青海洪水好多天了大家不知道 好像不存在一樣 過年前幾天那個湖北動雨 也是動了兩天三天之後 才被大規模的報導 大家才知道 青海洪水水庫潰堤 主流媒體上還是娛樂八卦 各種亂七八糟事情都在轉移住線 這個事情這麼嚴重 過了10天才傳出去 國民的訊息跟知情權 到底被什麼樣的爛人掌握在手裡呢 有沒有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央視馬上闢謠 青海大壩發生洪水 這一切都是紫屈烏有的 只是有一小側的這個牆壁破裂 導致水沖散到下游 導致了八個人受災 沒有任何人傷亡 讓我們把目光轉移到美國火山身上吧 18號的事情現在才通報出來 還是因為網友的曝光才能及時的報導 及時的被披露時期 哪還會有什麼謠言呢 總結 潰堤是真的 受災是真的 新聞播報是一片形勢大好 經濟數據持續增長 還是多關心普通老百姓的身體健康跟生活質量吧 還有一件很誇張的事情 剛講的是中國是對內維穩 控制輿論 現在講的是中國對外 在3月1號 一名荷蘭的記者在成都被疫情中國公安給包圍 由變衣公安上前 去搶麥克風跟阻擋攝影機 來去把他推打 當然 小粉紅肯定會洗地 這肯定是這個一般民眾的愛國心切對吧 你怎麼能說他代表公權利益 代表咱們中共的公安呢 他又沒穿公安的制服 你要確定他不是公安耶 變衣公安就不是公安了嗎 這條影片放上來可能會被黃標就放一些截圖的畫面 大家有興趣看完整版的話 自己去推特上打荷蘭記者3月1號 一些關鍵字 你們就可以看到完整版 那這個影片旁邊 一堆中國公安在記者被推倒池 被搶麥克風的時候 人眼相看還露出那種很爽的表情 哼,不該吼 最後這名記者還被公安帶上警車 你說推他的人打他的人不是變衣公安嗎 為什麼不是這個人被帶上車呢 原來愛國就可以肆意妄為 原來打著愛國你就可以去打人 你就可以去耍牛嗎 哦,那你們跟義和團有什麼區別呢 原來這就是中國的法治啊 警察可以隨意扮演民眾去打外國人 最後再把外國人帶回警車 因為他的出現製造了對立 因為他的出現挑釁了整個中國 大家有沒有覺得這個話耳熟能詳啊 有沒有很像那些天空的台灣人 才會在講大 還記得我前幾天放過的影片嗎 一堆黑衣人站在維權者的旁邊 他走到了跟道嗎 還記得河南村鎮銀行的公安跟白衣人團體嗎 一起出現打江山打那些廚庫嗎 還記得19年的香港啊 一直在港警共警找黑道出打民眾 脫衣服去打民眾對吧 脫掉這個字符打民眾 甚至假扮示威者去警方製造對立 去擴大肢體衝突 我們自己人去打自己人 再甩鍋給那些示威者 讓警方有動物的理由啦 而90年代啊 中共收買一些貧困戶 找貧困戶 去假冒法輪功做出極端行為 其實小粉紅你們都知道 中共喜歡反串你們的反串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 小粉紅常常會說 你們台灣誰是誰又請演員啦 因為你們家主子就是這樣幹 你不說 但你心裡看外界社會的時候 你第一反應就是他找演員 為什麼 因為你前一次已經出賣你 你心智肚明在中國發生的一些荒唐的事情 就是中共找的演員 但你不敢說 還有小粉紅在喜地說 因為外國記者都在亂報導抹黑中國 OK我們退一萬步來說 即便真是如此 你可以隨便打人嗎 我跟你說 荷蘭記者罵自己的荷蘭政府 監督荷蘭政府絕對比你更嚴格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荷蘭的新聞 那荷蘭的政論節目 他們是怎麼罵自己荷蘭撞手的 請問你中共有這個臉去說荷蘭抹黑你嗎 按你這麼說的話 荷蘭記者跟電視台 政論節目都是在抹黑自己荷蘭政府 所以荷蘭政府派公安去打他們 派警察去打他們是很正常的 今天你們一堆小粉 還不是喜歡在歐美日韓哪哪哪拍片 說你看哪治安不好 哪又老又窮 哪高樓大學還沒中國多 雖然外國薪水高 但物價也很高 所以還是中國最牛逼 OK 你以上說的都是事實對吧 那我們按你的邏輯來說 你講出來了 即便是事實也是在抹黑啊 對吧 你抹黑全世界 所以大家以後世界各國的警察 看到小粉紅拍片 就可以隨意毆打 然後帶回了嗎 我們也可以找這個荷蘭的警察脫掉衣服 然後去裝那個荷蘭的民眾說 是我們荷蘭民眾愛國心切 跟我們這個荷蘭警方 荷蘭政府無關 然後再把你小粉紅帶回警車 你們立場對調 你們會怎麼樣 微博熱潮 嚴厲證責荷蘭 如果這邊土地上的人會反思 就不會再有義和團的行為了 也不會有政府去縱容義和團的行為 如果是中國人也討厭百年前的義和團 那就不會有10年前的U型索啊 還有這個大規模的反日遊行 砸日本車 更不會在2024年現如今的中國 去打外國記者 還不承認還被帶走 這就是外國記者的實踐精神啊 好的壞的我全都要說嘛 來證明一下 中國是不是有民主自由 是不是有言論自由 中國是不是像外界想的這麼可怕啊 我自己去旅遊看好像沒這麼可怕 因為你不是記者 你也沒在做調查 因為你也知道有些話不敢說 沒有可怕嘛 你自己什麼話都不敢說 你不知道中國多可怕 包括我自己17年去旅遊的時候 我也看不到這些荷蘭記者遇到的狀況 對吧 因為我是去旅遊的 但是這還是有點區別的 如果你今天旅遊的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不是極權的國家 那你肯定會看到更多真實的狀況 沒有塗脂抹粉的現象 就是我去年在歐洲旅遊 我就看到一些地方有反戰遊行 路上有支持尾巴 雙方的遊行都有耶 我也有在路上看到有人舉牌聲援烏克蘭的 這些在中國你想都不用想 還有一個很誇張的事情 日本一名退休男子 在富士山的富士五湖附近 買了一塊地蓋了養老別墅 但是這塊地位於中國飯店企業跟富士山之間 而中國飯店為了能讓旅客直跳富士山 就派人把日本退休男子種的樹 樹枝還有一些花花草草全砍的 還灑農藥讓那些樹漸漸的枯萎 那在去年八月的時候 中國飯店就已經跟這個日本男子說 如果你願意把樹都砍掉嗎 我給你五百萬至於 但是這個日本退休男子說 我光種這些樹 光維護這些樹 光蓋這些梨巴等等 我就花了快一千萬 你才給我五百萬 而我還要出勞力去砍 那我憑什麼要砍呢 而且這是我家對吧 你給我的錢也沒到位 沒想到今年一月 日本退休男子回家後 發現自己家的別墅 二三十棵的樹全部遭砍拔 好好的樹枝全被砍了 還看到這個撒農藥的現象 結果這個日本男子就氣了去找這個飯店理論 那這個中國飯店說 絕對不是我們幹的 就算你飯店是我們幹的 日本警察動不了我 因為你沒證據 結果好家在 中國飯店有良心的員工跳出來踢爆 沒錯是我們公司幹的 還提供了監視錄影畫面 給這個日本男子 讓他去報警當證據來用 那這個日本男子他叫警尚 他透過了這個日本媒體呼籲說什麼呢 現如今非常多的中國人在日本制裁 隨處可見這些比較有錢的中國人 從中國論出來 你的鄰居哪天變成中國人也說不定嘛 那他能理解中國跟日本 這兩國的民族性是不同的 但是我們這裡畢竟是日本 你不要為首欲為 你不要把中國的那一套 帶過來我們日本 中國人想要久留 就必須遵守普世價值 必須遵守日本規定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巴小小姐 幫我封鎖